这个女人真是超级倒霉 刚刚查出得了白血病 谁料回家一进门 竟发现被男友劈腿 还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气得女人满脸绿光 女人名叫夏琳 是天意传媒旗下38线小演员 出门上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司机开口却说暂时不接单要去接女朋友 夏琳一听火冒三丈 正愁没地方撒气嘛 把司机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要说这个司机也够倒霉的 被人骂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 夏琳准备去灵氏集团广告试景 司机说已经到达门口 夏琳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就直接冲了上去 拉开车门 发现车里面还坐着另一个男人 还没有等司机开口 想想自己赶时间还是算了 说着还让男人坐到另一边的位置上 男人无奈只好挪窝 司机看了看男人 夏琳却说如果准时给他送达 不会因为拼车给司机差评的 半路上夏琳电话响起 原来是出租司机打过来的 说他已经在酒店门口等了十分钟了 夏琳表示自己已经在车上了 那这下就尴尬了 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搭错车了 吓得他连忙给男人道歉 男人表示没关系 可以给他送到目的地 此时的夏琳 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到了酒店正准备进门 却一头撞在了玻璃门上 真是大写的尴尬 不巧的是隐形眼镜还被撞掉了 在男人身上一顿乱摸 因为怕错过视镜时间 他只好先走一步 然而这一幕刚好被男人的朋友楚言碰到 得知是因为这个女人没有开车接她 和林一周大吵了一架 好巧不巧 这次试镜楚言居然是评委 因为刚才的事情怀恨在心 故意刁难夏琳 让他表演超男扮演的十六姐 令他没想到的是 夏琳演技出神入化 为了打发让他回家等通知 当天晚上公司就打电话通知他落选了 第二天他来到医院复查 医生告诉他在骨髓库里 已经找到合适的配型 但目前对方不愿意捐献 夏琳想索要联系方式 医生表示医院有规定 不能泄露捐献者的个人资料 于是夏琳趁着医生离开 偷偷看医生的档案带 得知捐献者正是昨天搭错车的林一周 闺蜜查到林一周是林氏集团总裁 明天会去游泳馆 于是求生育满满的夏琳决定碰碰运气 她和闺蜜来到林一周常去游泳的地方 闺蜜假装受伤吸引保镖的注意 自己则成绩偷偷溜进去找林一周 好不容易在游泳池找到她 夏琳吞吞吐吐的说明来意 林一周听了以后表示自己是生意人 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 夏琳见说不动林一周 想用性命对其进行威蜜 说完就跳到了水里 林一周等了一会儿 见水里的夏琳没有动静 以为她真的溺水了 于是赶紧跳水救人 但却因为一个小动作被罢阻失 气得林一周直接离开 为了可以再次见到林一周 夏琳可谓是费尽心血 她先是假装是公司员工 但却被保安试破被拒之门乱 接着又伪装成清洁工蹲守 结果被林一周荡成空气 无奈之下夏琳来到前台 谎称自己怀了林一周的孩子 没想到前台却给她一个号码 让她排队 夏琳很是疑惑 前台指了指旁边说道 夏琳听了一激动怀里的枕头 不慎掉楼 一时间肝大不已 夏琳实在没办法 只好蹲在公司门外 就在想要放弃的时候 这时林一周出现了 也许是夏琳的真诚打动了霸子 林一周答应帮助夏琳 但是她有一个条件 求生欲满满的夏琳 立即表示一万个条件都可以答应 这个女人来逛珠宝展 不料却遇到前男友 他们一眼就认出夏琳身上戴的项链 正是这次展会的压轴展品 他们准备羞辱一下夏琳 要买下她脖子上的项链 赵家言喊来助理毫不犹豫地签了购买合同 夏琳健已经签了合同 只好取下项链 这时霸总按住夏琳的手 这时一旁的助理表明 这条项链价格是5000亿 前男友一听顿时猛逼了 觉得这种克拉的项链最多也就值500万 助理则表示价格是由林氏高层标定的 合同签了以后必须在三日内付款 否则就等着进局子 赵家言一听立马慌了 哀求霸总怎样才可以放过她 霸总表示要她和夏琳道歉 无奈前男友只能乖乖照顾 前男友还嘲讽夏琳攀上高知 夏琳一听不愿接受这样的道歉 直接转身离开 霸总则是警告前男友离夏琳远 夏琳独自一人来到天台吹了 霸总则是贴心地为她披上衣服 经过接触夏琳答应了霸总的求婚 霸总拿出名下的豪宅让她挑选婚房 很快他们就领了结婚证 夏琳搬进了霸总的豪宅 打开衣柜发现都是男装 夏琳正在疑惑是不是走错房间 一转头看见刚洗完澡的霸总 小两口正在秀恩爱 这时小绿茶推开了门 你们在干什么 看到这一幕很生气地转头就走 夏琳觉得很尴尬 手不小心碰到了浴巾 完了这下巴比黑我 女人和霸总已经结婚两个月 顾男寡女共处一室 居然还是事有关系 白天楚颜故意装作不舒服 想要赖在灵异周家 灵异周干脆带着楚颜去洗手间警告 这不禁让夏琳脑洞大开 晚上跟闺蜜讨论灵异周的兴趣向 闺蜜给她出主意让她测试一下霸宝 于是夏琳穿着性感的睡裙 摆上妖娆的姿势 站在门口准备用美色诱惑灵异周 谁知霸总来了一句 冷不冷 霸总的表现让她想起了闺蜜的 两人来到客厅看电视 灵异周问电视里面的男人哪个帅 这让夏琳更加误会灵异周喜欢楚颜 夏琳决定开平82年的拉菲 灌醉灵异周来套话 谁知才喝一瓶就把自己撂倒了 还主动抢稳了灵异周 第二天灵异周吃早饭的时候 想起昨晚夏琳酒最亲吻自己的事情 心里有些尴尬 为了压制内心的浴火 直接端起夏琳的牛奶全部喝掉 第二天 夏琳听到同事议论 尹双双跟灵异周的绯闻 故意放出风说自己认识灵异周 尹双双果然找上门 对夏琳态度特别好 夏琳为了讨好尹双双 她偷偷潜入灵异周房间 想要调查她的喜好 却被灵异周载个正正 夏琳询问灵异周的喜好 结果什么都没有询问出来 还被霸总调戏了 她突然想起霸总小时候的照片上 这件事告诉了尹双双 谁知灵异周见到机器人瞬间变脸 直接拒绝了尹双双邀请 霸总走后尹双双对夏琳大发雷霆 灵异周听到媳妇被人训斥 有些过意不去 转身接受了机器人 让尹双双眉开眼笑 答应让夏琳参加发布会 晚上夏琳买了礼物 找灵异周赴金请罪 表示只要霸总能原谅她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夏琳突然想起喝醉 亲吻灵异周的事情 顿时脸红不已 这才意识到 灵异周喜欢女生的事情 心机女为了尚未到底有多坏 一把将夏琳推到了 油漆未干的栏杆上 导致了高定的礼服染上了油漆 楚颜正好看到 她嘲笑夏琳在宫斗剧里 活不过一几 夏琳气愤不已 没有办法夏琳只好找闺蜜帮忙 于是闺蜜把事情告诉了霸总 霸总出面帮夏琳 找到了相同的礼物 这下礼服的事情终于解决了 另一边 心机女正成的夏琳不在 正跟随众人去走同堂 结果脚下一滑 鞋跟断了还不小心挽了脚 这下出风透的事情全泡汤了 回到家 夏琳看着这双价值8万的鞋 心想质量也太差了 原来就在一天前 零一周的妹妹安然 不然打电话约夏琳出去逛街 还故意给夏琳挑了一双价值8万的鞋 夏琳一看价格觉得太贵了 就想着换一双便宜 这时妹妹却说 还表示如果买不起 可以付款送给夏琳 这是夏琳掏出霸总给的 无限量飞卡 安然看着她手上的飞卡 气得脸都烈了 原来妹妹并不是霸总的亲妹妹 而是小时候一起长大了 安然也一直爱慕着林一周 第二天 夏琳吃饭的时候 发现网上都在传霸总的绯闻上的热送 夏琳为了感谢林一周帮忙处理礼服的事情 主动提一帮林一周解决问题 夏琳叫林一周使用微博 打算让她亲自辟谣 林一周马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林一周表示这样就可以减少骚扰 她给夏琳请的小名就叫木木 幸好知道的人不多 微博刚注册完一下子就话题飙升 粉丝一下涨了5000万 林氏集团则是趁机撇清绯闻 另一边夏琳在路上捡到了一条很可爱的小狗 她爱心泛滥地和狗狗拍照 却不知道这时 一个躲在暗处的男子正悄悄观察着她 这天是霸总的生日 傅家内妹也想给霸总过生日 在酒店准备了烛光晚餐 见林一周迟迟没来 于是心生一计 另一边 夏琳特意在家做好了蛋糕和一桌丰盛的晚餐 等待林一周回来 但是等到深夜迟迟不见霸总回家 翻看朋友圈 发现安然发的烛光晚餐的照片 以为霸总抛弃她和别人过生日了 很生气地独自一人吃掉了菜和蛋糕 林一周来到餐厅 发现安然没有喝醉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骗她前来的借口 转身就要走 安然一把拉住总裁的手 向林一周表白 可是林一周却不为所动 表示自己已经结婚 不可能背叛她的婚姻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安然留在原地伤心 霸总回到家看到正在生气的夏琳 见夏琳还在生气 于是二话不说带她出名 生日快乐 霸总递过一个盒子 夏琳接过盒子打开一开 霸总居然送了一幢楼 觉得礼物太贵重了 表示自己没有准备礼物 只好带林一周去蛋糕店 两人一起做生日蛋糕 还跳起来了华尔兹 夏琳和霸总一起许愿吹蜡 此时的气氛刚刚到位 夏琳跟霸总情不自禁又亲吻了 另一边 安然还在酒店伤心 这时一个神秘男子突然出现 眼泪换不了爱情 男人表示可以帮助安然 就在刚刚 夏琳来到剧组拍戏遇到了安然 安然故意将旗下男艺人陆帝 介绍给夏琳 暗地里却让陆帝跟夏琳吵飞闻 安然则是警告他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与他无关 陆帝故意以对剧本为借口 想占夏琳的便宜 危急关头碰巧楚言露果 帮助他解了胃 陆帝见行动失败向安然汇报 被安然大骂了一顿 于是陆帝以剧组聚餐 为由邀请夏琳 一进门夏琳发现其他人都没有来 才得知是陆帝故意单独约他 夏琳见情况不妙 偷偷发了一个定位给楚言 楚言一看是餐厅的地址 以为是夏琳要请他吃饭 另一边 陆帝故意以拍戏为借口 对夏琳拉拉扯扯 还好楚言及时赶到 两人正有说有笑的聊天 却不知被躲在暗处的男人 偷偷拍了下来 晚上楚言打电话给林一周 霸总听了以后 连夜买的战票跑到剧 并且强制征用场地 让剧组放假两天 霸总带着夏琳出去旅游 两人来到一个酒店 酒店老板却说只有一个大床房 没办法两人只能挤一间房了 夏琳想起来开个空调 被霸总一把拉入怀里 两人躺在一起睡觉 夏琳心里想着 只要没突破最后防线就没事 第二天 夏琳看着眼前的大帅哥 忍不住亲了一口 这时林一周也醒了 两人干柴烈火 拥抱在一起 正在关键时刻 门外突然响起吵闹声 一场车祸导致霸总失忆 眼前他最爱的妻子都不记得了 随后在医生那里得知 原来是车祸留下来的后遗症 回到病房发现新金女也在 楚言赶忙解释 夏琳是她的老婆 可是林一周却表情冷漠 反而对安然关怀背致 失落地回到家 看到房间到处都是和霸总的甜蜜记忆 她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林一周了 飞飞看出了夏琳的心思 鼓励夏琳勇敢争取 于是给夏琳出主意 让她给林一周买衣服 然后借着两尺寸的时候来个亲密接触 狠狠地开了一把油 林一周见夏琳对自己不震惊的样子 结果自然是被霸总拒绝了 不死心的夏琳 晚上穿着性感睡衣在林一周面前大跳烟舞 碰巧林一周在开视频会议 忍无可忍地将她赶出了家门 夏琳在外面喝醉 半夜才偷偷回到家里 正好被林一周逮个挣着 林一周责怪夏琳喝酒 夏琳觉得自己很委屈 一把扑倒林一周 此时夏琳的泪一滴滴掉在了霸总身上 这让林一周非常动怒 林一周见夏琳真的生气了 解释自己出车祸是被意外不怪她 而且自己并没有那么排斥她 这让夏琳高兴不已 总裁因为车祸失忆 安然去看望林一周 期间不断想要接近她 谁知总裁却站在安然那边 夏琳来到厨房 发现安然给总裁炖的鸡汤 心想把汤全喝掉 弃死心鸡女 喝不完还倒给狗尝尝 正好被心鸡女看到 顿时火冒实账 第二天 安然重新煮了汤 并且在里面下了药 林一周接过汤闻了闻 感觉不对 回忆起昨天 夏琳和狗狗喝了安然的汤后昏迷不醒 医生在血液里检查出安眠药成分 爸总怀疑安然行为不轨 于是假装喝汤 还假装让安然帮自己拿东西 等安然走后把汤吐了出来 安然回来看见碗里的汤被喝完了 爸总正在打瞌睡 趁机将他放在床上 利用脖子上的项链对爸总催眠 关键时刻夏琳及时出现 第二天 楚颜的父亲突然派人带走夏琳 原来是误会夏琳接近楚颜 还警告夏琳离楚颜远一点 夏琳解释到自己跟楚颜只是普通朋友 这时楚颜从外面回来 一把拉着夏琳就要出门 楚副健壮抡起拐杖就要打楚颜 关键时刻夏琳挡了这一棍 出门刚好爸总赶 晚上林一周为夏琳擦药 夏琳已经很久没享受到爸总的温柔 他主动向林一周表白 林一周被夏琳的表白感动 他温柔地告诉夏琳 原来爸总已经恢复记忆 接下来的你们不爱看 我替你们看 两人甜蜜地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 夏琳看到手上重新被戴上了结婚戒指 还有床头的纸钉 上面的落款是爱他的林先生 夏琳与楚颜参加访谈节目 结果夏琳抽到的任务是 致电场外的任意一位异性 让对方说出我爱你 就在夏琳要打电话的时候 爸总居然打来电话 就在刚刚 夏琳参加访谈节目 结果夏琳抽到任务 要打给任意一个人 让对方说我爱你 面对节目组的要求夏琳左右为难 借他十万个胆 也不敢暴露跟爸总的关系 就在夏琳为难的时候 林一周突然打电话过来 无奈只能当众接听 夏琳谎称自己在看电影 可是这个电话却暴露了 他和爸总的关系 尹双双得知夏琳和爸总的关系 意识到自己被夏琳欺骗了 质问夏琳剧组解散 以及陆地被封杀 是不是都和他有关系 回到家夏琳询问 爸总封杀陆地的事情 林一周很坦然地告诉夏琳 夏琳与楚颜去外地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阿南突然出现 还故意递过来一杯果汁给夏琳 毫无防备之心的夏琳接过就喝了几口 回到酒店 夏琳突然感觉到凶闷喘不过气 楚颜见状赶紧将他送回房间 此时躲在暗处的阿南正默默观察着 原来刚刚夏琳喝的果汁 已经被阿南偷偷下了药 刚要离开却迎面碰见林一周 他故意挑唆表示 爸总来到房间 夏琳为了不让林一周看出他身体不适 主动抱住了林一周 还不让楚颜说话 楚颜见状时期地转身离开 第二天 夏琳的身体症状和次数越来越明显 他怀疑是血癌复发 于是来到医院找到当初为他做手术的医生 医生让夏琳回去把确诊报告拿过来 夏琳回到家翻墙倒柜找半天也没看到 突然想起爸总房间有个保险柜 猜想检测报告应该在里面 于是打开保险柜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档案带 打开一看夏琳傻眼了 报告上显示夏琳只是贫血 根本没有的血癌 顿时让夏琳惊慌失措 他意识到被爸总欺骗了 晚上爸总回到家 发现夏琳情况不对 夏琳拿着报告质问林一周 爸总意识到夏琳很生气 只好说出伪造经过 原来夏琳做检查的那家医院 是临时控股的 爸总替换掉了真实的报告 并且伪造了和夏琳骨髓相匹配的信息 故意让夏琳投怀送报 此时的夏琳对爸总非常失望 质问林一周痛恨安然欺骗他 可是他的所作所为 又何尝不是欺骗自己 面对夏琳的质问 爸总却觉得自己没有错 如果时间倒流他还会那样多 他不想两人真的就错过 爸总表示一直想给夏琳一场盛大的婚礼 可是夏琳却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 彻底无语 转身离开谁知还没走几步就晕倒 就在刚刚 夏琳来面试一个果汁广告的代言 面试官给夏琳递过来一杯果汁 夏琳接过品尝了一下 果然没过0.1秒就上头了 这时楚颜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此时的夏琳已经被要弄得神志不清 还把楚颜当成了林一周 面对头怀送报的夏琳 楚颜很心动 忍不住承认自己喜欢他 另一边 夏琳与楚颜的举动 都被安然跟阿南拍下了 就等着看好戏 夏琳对着楚颜喊着林一周的名字 楚颜这才清醒过来 闭示到不对劲 林一周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推门看见老婆衣衫不整地和兄弟在一起 幸好楚颜意识到不对劲 提前通知了林一周 不然跳黄河也洗不清了 林一周将夏琳带回了家 第二天醒来 夏琳发现自己躺在林一周的怀里 一下从床上跳下来 林一周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夏琳 表示他喝下的果汁是一种高纯度的酒 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醉了 总裁收到一个匿名视频 他意识到有人要害夏琳 让手下偷偷调查此事 楚颜约夏琳来到海边 说他暗恋一个女孩 夏琳询问是谁 楚颜却不敢开口 他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里 两人有说有笑聊得很开心 却不知被躲在暗处的人偷偷拍下来 分别时夏琳发现喜欢的耳环少了一只 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不知道耳环被楚颜捡到 楚副收到楚颜跟夏琳暧昧的匿名视频 气得一巴掌给楚颜打进了医院 发生火灾 慌忙跑到医院 灵异州告诉他 楚颜已经在火灾中不幸遇难 对此警方也已经立案调查了 这时灵异州收到匿名消息 短信暗示夏琳是谋害楚颜的人 他们来到夏琳之前和楚颜见面的海边 在一旁他们发现了一个手机 里面是夏琳与楚颜拉扯的场景 还被有新人拍下了让人误会的照片 这些照片同时也被寄给了警方 另外警方还在楚颜的手里发现了夏琳的耳环 因此夏琳就成了纵火案的第一嫌疑员 灵异州凭借自己的实力 很快就查到了楚颜的死与杨童脱不了干系 于是单独约见了杨童 拆穿他偷拍照片陷害夏琳的事情 逼问杨童交代出幕后主使 但这杨童还真是嘴里 不但不承认照片是自己拍的 还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已经失踪的司机 拿起手机还要跟夏琳告状 不料被霸总的助理及时躲下 就在杨童被逼问的快要交代之时 夏琳突然推门而入 杨童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赶紧和夏琳打报告 夏琳责怪林一周背着自己逼问杨童 表示自己并非是没有脑子的人 其实夏琳早就开始怀疑杨童了 初次见面的时候杨童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在村里每天都要砍柴生活做饭 夏琳拿起杨童细皮嫩肉的手 夏琳回忆在楚颜出世那天 从来不会痛经的杨童 却说自己肚子疼 骗夏琳出门买红糖 导致夏琳失去了不在场的证明 夏琳让杨童说出实情 否则就将她交给林一周处理 表示是安然用钱收买了自己 但夏琳对杨童的话却半信半疑 因为安然和楚颜从小一起长大 就算再恨自己应该不会对她下死手 于是总裁为了引出幕后主使 大总让助理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 并公开了跟夏琳已婚的消息 现场媒体瞬间议论纷纷 没办法夏琳只好上台正准备解释 就在这时安然带着杨童上台 安然给杨童使了一个眼色 让她指认夏琳就是杀害楚颜的凶手 还放出了夏琳跟楚颜在酒吧纠缠的视频 表示夏琳怕与楚颜有不正当关系会被曝光 影响她林夫人的身份 所以就狠心杀了楚颜 媒体看了安然的现场指认也瞬间废头 面对媒体各种的提问 此时的夏琳很无助地站在台上 就在这时 死去的楚颜居然突然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 宣称自己来是为了澄清新闻 楚颜当众表示自己跟夏琳被人设计 才会在酒吧被拍下不雅视频 我跟林太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而这一切的幕后导演就是安然 安然见楚颜上台指证自己 担心事情败露 心里非常害怕 谎称自己不会害楚颜哥哥 希望楚颜能相信自己 打死我的天心 楚颜表示自己出事前 亲眼看到安然出现在医院 但安然并没有杀害楚颜 只是让人给她打了安眠药 等楚颜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 楚颜呈着吃饭的时候 打婚守卫偷逃了出来 这才洗清了夏琳的嫌疑 于是楚颜等人配合警方演了这出戏 目的就是引安然现身 安然见事情已经带路 索性也不藏着掖着 承认了自己的罪责 还表示就算没了她 以后也会有人继续对付夏琳 最终安然因涉嫌纵火 最绑架罪被警方逮顾 另一边 阿南看了新闻 第二天清晨 林一周早早醒来 抱着夏琳 这可给夏琳吓得够呛 直接起身开溜 夏琳陪林一周去公司上班 两人一言不合又要亲了起来 不巧被手下敲门坏了好事 总裁为了跟夏琳时刻在一起 将过来寝室工作的手下都赶了出去 同事们都找总裁助理抱怨 没办法助理只能找到夏琳反应 劝说夏琳尽量不要来公司 夏琳很疑惑自己来公司什么也没做 夏琳回到办公室表示自己要去工作了 让爸总好好工作赚钱养木木 第二天 夏琳来到商场买衣服 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跟踪 女人却说自己认错人了 夏琳总感觉是在哪里见过她 回到家翻墙倒柜 找到了总裁小时候的照片 得知女人是总裁的母亲 于是找到了她 想了解她离开林一周的原因 她告诉夏琳 自己当初离开 是因为林一周父亲在婚后霸道专制 让她无法忍受 夏琳邀请她来到家里 不料总裁处理完公司的事情 竟提前回到家 一进门看到母亲出现在自己家里 当场大发雷霆 将母亲赶走了 夏琳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做饭还不小心烫伤了手 晚上总裁回到家 看到夏琳的手被烫伤 非常心疼 宠妻狂魔的总裁最终还是妥协了 主动跟夏琳道歉 还道出自己的心结 就在二十年前 林一周八岁生日这天 她的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狠心抛下了她和父亲 和隔壁的老男私奔去了国外 一本正经地给人做起了小三 走的那天 林一周哭着求着母亲不要离开 但是她连头都没有回忆下 这也成了林一周心中的伤疤 紧接着她还把老男的妻子给逼死了 自己名正言顺做了正宫娘娘 这让她的妻子对她更是恨之入 阿南知道继母最关心的人 是她的儿子林一周 阿南把对继母的仇恨 都转移到了林一周身上 在酒吧和安然狼狈为奸 不仅对夏琳下药 败坏她的名声 还故意陷害栽赃夏琳杀了楚颜 她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报复继母 因为只要林一周过得不好 她的继母就会跟着痛苦 但天不随人怨 她的阴谋都被林一周一一攻破 但阿南并没有放弃报仇的打算 她私下约夏琳出来吃饭 故意用谎言骗取夏琳对自己的信任 和夏琳成为了好朋友 夏琳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呕吐症状 阿南见状建议她去医院检查 猜测她可能是怀孕了 阿南故意哄骗夏琳 让她推迟公布怀孕的消息 建议她在林一周生日这天公布 给林一周一个惊喜 夏琳觉得阿南的主意不错 所以决定继续隐瞒怀孕的事情 却不知道这症掉入了阿南的陷阱 很快就到了总裁生日这天 林一周从外地回来 司机突然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生病无法接机 没办法夏琳只能亲自去机场接总裁 等总裁回到家里 却发现夏琳不在 这才知道夏琳被人骗出去了 女人只是睡了一觉 醒来发现自己竟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 她着急地大喊 就在这时房门的把手缓缓转动 推门进来的竟然是她的女助理 夏琳立刻明白助理是受人之事绑架了她 这时她想起总裁送她的耳环 摸了摸耳朵发现耳环不见了 耳环里面安装了定位装置 如果找到就可以让总裁知道她的位置 但身上的装备都被女助理没收了 于是她说着感动助理的话 还表示平时待她不薄 求助理能将耳环还给她 助理听后也为绑架她而内疚 所以瞒着阿南将耳环给了夏琳 耳环一到夏琳手里 定位装置就起了作用 总裁这边也发现了夏琳的踪迹 但很快就被阿南在监控里发现了 阿南狠狠地训斥了女助理 猜测位置可能已经暴露 立刻带着夏琳转移 出门的时候刚好和总裁的车擦肩而过 总裁四处寻找耳环的定位 最后在商场的垃圾桶里发现 这才知道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总裁决定去询问安然 但安然始终不愿说出幕后指使的笔子 还表示这样就是为了报复林一周 让她也是视爱而不得的感觉 还告诉林一周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无缘无故失踪 就算事后她回来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清白 他们夫妻也回不到从前来 林一周听后跑到酒吧买醉 喝得醉醺醺的被酒吧服务员带到机会 两人拍下了亲密的照片 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热搜 好兄弟看了消息以后为夏琳抱不平 上去就是一拳 指责她不顾夏琳的安危 居然还有心情跟别的女人去开房 菲菲看到网上的消息信以为真 气愤的将夏琳的B超照片扔给了林一周 说出了夏琳怀孕的消息 林一周看着化验干再也坐不住了 她拿着B超照片来找安然 说出了夏琳怀孕的消息 求安然能帮帮她 告知幕后指使人 但安然还是不为所动 林一周故意宣称照片是阿南给自己的 果然安然露出破绽 林一周本来只是猜测是阿南 从安然下意识的回话中 确定了这件事幕后指使人就是阿南 另一边 警方已经确认阿南所在的酒店 破门而入却发现他们刚刚离开 女人被绑架 她乘着上厕所的时候 假装和旁边的游客借纸巾 在接过纸巾的那一刻 在游客手上写上了求救信号 游客看出有问题 马上就打了报警电话 可惜还是迟了一步 等警察和林一周等人赶到的时候 绑匪早已带着夏琳转移了 阿南拆穿夏琳泄露行踪的事情 夏琳只好承认 但阿南丝毫没有任何担心 因为他早就知道夏琳的小动作 阿南是故意暴露行踪 在转移的中途换了车和车牌 还表示自己马上就要逃到国外了 夏琳听后非常担心 不知道接下来阿南要做什么 于是心生一计 夏琳躲在屋里不吃不喝 杨童健壮非常担心 阿南打算亲自去劝说他吃饭 夏琳答应吃饭 但是要给他准备纸和笔 他要画画解闷 阿南看到夏琳的话 将其中一幅拿走了 打算拿他去见林一周 两人碰面以后 阿南将绑架夏琳的事情 贴得一干二净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到林一周情绪失控 阿南很满意 他将夏琳的话交给了林一周 林一周收到话 立刻就看出是夏琳的笔迹 回想跟夏琳的过往 立马明白了夏琳话的海 赶紧开车前往夏琳所在的位置 另一边 阿南早就知道夏琳通过画画 给林一周通送报信 却没有阻止 他故意要将林一周玩弄在鼓掌之间 就在这时林一周找到了夏琳被绑的弟弟 阿南掏出枪指着夏琳 表示折磨夏琳就是为了报复继母 因为林一周的母亲为了上位 逼死了阿南亲生母亲 继母还给父亲洗脑把他赶出家门 落得他无家可归的下场 所以他也要毁掉继母的儿子 让继母痛苦一辈子 说着就要当着林一周的面杀死夏琳 就在这时一旁的杨童不忍心阿南伤害夏琳 冲了上来推开了阿南 打斗中阿南再次拿起了手枪 对准夏琳就要开枪 关键时刻林一周替夏琳挡了子弹 但阿南仍不肯罢休 他打算将夏琳也杀死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警车的声音 杨童让阿南赶紧逃跑自己断后 此时的林一周已经奄奄一息躺在夏琳的怀里 关键时刻总裁替夏琳挡了一枪 医生对总裁进行抢救 由于伤势过重 总裁陷入重度昏迷 为了不让家人朋友担心 夏琳安慰大家只要自己和孩子在 总裁就一定会醒过来 夏琳拖着怀孕的身体 每天都去病房照顾林一周 另一边 楚言从父亲口中得知 林氏集团股东向董事会申请 要罢免林一周的董事职务 他得知立马联系文特助找到夏琳 这时林一周母亲突然找到夏琳 表示现在有人在暗中收购林氏股份 希望夏琳将公司股东名册交给她 这样她就可以拉拢更多的董事 支持林一周 两人回到家里翻墙倒柜 四处翻找林特 这时林一周的母亲 拿着总裁小时候的机器人 这让夏琳想起文力的话 那个暗中收购林氏股份的人 就是总裁的母亲 夏琳不禁怀疑总裁母亲 对林氏心怀顾 第二天 她以林夫人的身份参加董事会改选 夏琳在公司门口遇见了林一周母亲 林一周母亲早已收买大部分股东 她对争夺董事长职务势在必得 而夏琳等人也没有行着 他们根据股东名册 找到这些股东请求他们支持林一周 很快就进入投票环节 在大家的努力下 林一周的董事长职位终于保住了 夏琳质问她作为林一周的母亲 为什么要这样坑儿的 而恶父却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阿南的父亲 言语里没有任何惭愧的意思 原来早在恶父没有认出机器人的时候 夏琳就看出 她并没有将林一周放在心上 之前表现对总裁的关心也都是假的 都是在为侵吞林氏做准备 而阿南也被这种虚假关心所欺骗 以为报复林一周就可以报复季母 其实他们都被恶父骗了 夏琳哭着将结果告诉了林一周 也许是夏琳的真情感动了上天 冥冥之中 总裁仿佛听到了夏琳的呼唤 你敢 总裁静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女人突然收到闺蜜的短信 林林 来103房间找我 夏琳来到闺蜜说的房间 突然背后一双手捂住她的嘴巴 没挣扎一会 夏琳就晕了过去 楚言来到休息室发现夏琳不在 于是在酒店四处寻找 闺蜜想打电话给夏琳 却发现包里的手机不见了 另一边 总裁收到短信 你一个人来 对方以夏琳为筹码 让总裁单独赴约 等夏琳再次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荒郊野里 而绑架她的居然又是阿南 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 阿南告诉夏琳 她有一个新的计划 需要林一周和她的配合 就在这时林一周赶到 她劝说阿南不要再执迷 阿南让林一周安排自己离开 然后再联手报复林一周的母亲 但作为筹码 阿南要带着夏琳一起走 总裁一听要带夏琳走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说着就对夏琳拳打脚踢 就在这时楚言带着警察赶到 开枪及时阻止了阿南 阿南被带回了局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 总裁举办结婚两周年的聚餐 此时的夏琳拖着大肚子 已经什么也干不了 文立也乘机当众向飞飞求婚 就在这时夏琳突然肚子疼 夏琳就这样当众伤害 总裁也摇身一变成了超级奶爸 连开会都要带上宝宝 而夏琳则是继续追求她的野人梦 夏琳却表示没有空 她马上就要去外地摆起 就这样一家三口幸福的出发了